四十九千米每小時 這個速度有多快呢 是一隻成年的鷹 在空中飛翔的速度 也是人類在不借助機械的情況下 所能達到的頂點 這項運動 就叫短道速滑 它讓人類體會到了飛的感覺 曾經有人說 當你真的逼近這個速度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自己 成為了光 接下來的第一次是 2019年為亞洲短刀 從華為幾天的比賽見到 是的 連續三天的比賽 可以說是充滿了意外和壓力 同時賽事也終於迎來了 最激動人性的時刻 此時此刻啊我相信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在這場比賽中 因為這場比賽就選拔2022 北京冬奧會後備運動員的 最後一集機會 國家隊的教練組織集體到上 為冬奧集軍隊 做了最後一次全國範圍內的瞄子選擇 此次比賽之後 國家集軍隊將組織完成 大門關閉 可以說這是通往2022 北京冬奧會最後的門票 是的 為了讓各省的隊員 發揮出自己更好的水平 這次邀請賽的規格也是非常之高 韓國國家隊的一號準選手 被譽為不釋出的天才 世界冠軍京成勇也來到了比賽現場 為了冬奧會最後的機會 各個省隊也是派出了自己最強的運動員 參加這場比賽 但是據我所知 集會隊的主教練方小一 在比賽之前 做出了迷石幻象的運動 換上了集會隊的新面孔 成煥和沈明星 不知道她在如此重要的比賽上 換上了兩個沒有大賽經驗的新人 到底是什麼用意呢 沈明星 控制住 除完倒在敵 上天把運動員封入了兩種人 一種叫做天才 另一種 則叫普通人 沈明星就是第一種 而我能做的就是在她 劃最後一棒的時候 看著她的背影 好的 瘋得漂亮 沈明星非常大膽非常精細 現在SG在左邊了保持 我也好想去劃最後一棒 我也好想聽聽全場 為我歡呼 我一定 要去北京東奧會 充犯不可思議的極限辦法力 配合沈明星完美的交接 和帶頭重點的彎道 還有四圈 東奧會的大門 已經盡在眼前了 救救救救救 Definition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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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千六百万人打篮球 国家队是二人 一千六百万人打排球 国家队二十一人 打乒乓球就更多了 八千多万人 国家队是二人 可是咱短道塑滑就不一样了 全国上架 共加一起 三千 国家队 十人 所以为什么选择短道塑滑 为啥啊 初人投币嘛 三千千 短道塑滑国家二军囊 资格测试赛 哥 成 还要去 可摸坏 小心 来来来 老师 你只要跟哥好好练 我给你下一个 他肯定就是你 这 这些啊 我给你下一个 这更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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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这什么好 程焕 王雅 帮他爸送外卖 一直是想念滑冰 这不呢 天天跟着送饭了 但是 你看他这条面 这谁配钻这鞋着呀 我还想做 这些 还有一点 哎呀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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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买的啊 买了不着 那你能卖给我行不行 那你能卖给我行不行 行啊 好好好 我别冲了 别冲了 来 去 去 去 派克 兄弟 哥问你 你会华冰吗 我 不会 那既然了 这双冰鞋 只有二级农员才有资格穿 你跟我呢 是咱镇上八年以来 唯一的一个二级农员 你觉得 你有资格穿吗 但是呢 哥今天心情好 你刚才交那二百多呀 就算是入团的费用了 这样 如果你真想学的话 一会儿你再交五千块钱 哥保护你 再过个五年十年了 你就是下一个二期 杨宇 你听见了 队长 你再把他能撒个片子 我大哥说了 就再有个五点十年了 我就是国家二级农员的老 就再有个五点十年了 我进大队呢 就再来个五点十年了 世界冠军啊 一样的 哥好 咱择日不如报告 今天就开始练 但是我有个条件 请说 队长 夏宝 哥哥娘 被打了 我去 哥母男就要看他人家 你干了 谁啊 谁 来 来 那那小孩儿 你看我骗你个孩儿 你问王莫 李满行 不都是合着咱家出去的吗 再说呢 徐庭说啊 这次啊 魔鬼头亲自来上这宣任 你俩咋下巴要啥呢 哥你跟闲聊天 没你呢 不认证啊 没只是丑啊 不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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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样啊 怎么着您俩 喝点了 喝什么喝 我说完赶紧回家 不喝哪儿倒你鸡都啥呀 这么快吗 我没事 我必须要 这送来外卖 怎么盒还在里呢 没有盒我咋吃啊 我要你送 我要你吃了 妈 不是 咱镇的中间鸽横到盒 顾客呢在这头 我要从这头那到那头那 至少要得一个小时 那溜个段 溜到地上不都凉透透了吗 我要大局着想 我吃了 爸 哎 我练过啊 十年五十五 喝了你 你忍得这 瞎说吧你啊 那我儿子前段时间 送了一个地儿 来回来就十五分钟 不可能 那让我小材人过去 至少还得十公里呢 除非他从河上飞过去的 天然变 门进去完了呗 救命啊 大人啊 哎 有没有人管哪 救命啊 vi love 哎 站那儿 你给我站那儿 不讲究啊 哥们 你处在那儿干啥呀 不是你让站那儿在吗 哥 哥 你可算来了 你那晚来一会儿 我就吃不着你家六五段了 我不让他们在这儿黄 他们非要黄 他就欺负我 谁 谁欺负我小老弟 就他俩 啥意思啊 你有 有事咱俩能好好商量商量 我们是接到通知 来这里训练的 亮吧 亮点 道具 可是小的你是不是不知道我们是谁 刚才的事是我们做的不对 是我们的问题 给你们道歉 走了 接着训练 哎 躺着 让我拖你一下 你拖谁 这样吧 既然都是滑冰的 号说也解决不了问题 五百米 地局定输赢 我们要是输了 我们要是输了 我就让你拖 如果我们要是赢了 那我们就得接着训练了 沈平心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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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你叔叔不知道我大哥什么呀 不用说大哥 我大哥 我们镇八年以来 唯一的一个国家二级运动员 那既然都是运动员 假个祝福 输的人 把鞋扔内部 这次高寒高强度的训练 我带着队员过来体验一下 同时 我也需要一批新的了 你们这一批接着一批 凭什么选 冰杆 冰杆 姚宇呢 还说他找家务事去 拉倒吧 家务事找一年了没找来 我去啊 防杰克联体医 可别塞防风镜 还有碳纤维冰刀 还是富二代吧 去桌子 准备 有点不有点啊 长长 就拿起跑来说吧 五百米的起跑最重要 冰刃的厚度只有1.5毫米 很多人第一次上冰 连站着都费心 但是有些孩子 那冰刀就像长在脚上一样 跑得飞快 再有一个就是 进弯道的时候 要利用自己的体重 和左手扶冰去转弯 身体的重心自然会放低 出弯道的时候 要利用向心力向自己加速 这些动作可能几年才能学会 可是有的人 一个星期就能掌握了 你们说的冰杆 是不是就阿玛丽巴说天步了 是 但是 绝望 往往就在这里产生 沈秘兴这样套人一圈半 多少有点不合适吧 天才嘛 情商都低 是 蔡坦 不合适的 从现在开始能选择一份 更适合她的职业 她不适合华爹 什么味啊 什么味 我知道了 你放屁了 我没有放屁 那就是你说话比 抗屁还臭 不按了 愿意赌 那叫服输 都得按你规矩 这样 你们干嘛再比一次 这次我们要是再输了 我也惹气 要是你们输了 这事就这么算了 家住可以 你们谁上啊 我来 别闹了 别比了哥 你一看就是专业了 连冰都没上 我肯定赢不了啊 我早是赢得去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事 您儿子 有没有 想去划冰的打算 那我知道 只要我还活着 就不可能让他练这个 孩子拔催的时候 就帮我送外卖 到时候 就把我这个饭店给他 饿不死的 挺好的 为了不让他学花瓶 我把我们家 唯一的双冰刀鞋 都锁起来了 你看 你去吧 掉 掉了 不是我的 我刚说完呢 你走哪儿啊 我不能到了 你会跑啊 喂 方知道 不好了 这我爸说 我妈值得我死定了 行 我与世纪 这什么都得了 浪费 脚大些小 放错多撑一撑 以后 别管他要先吐了事儿 老鼠打开他去 去上海 小心点啊 小老弟 我可比那个人快 准备 走 陈明星 别发了嘴啊 这次我还知道 他真的没错 这少爷怎么这么困扯 这小的啥桌链的呢 你刚才说 程会儿给你送了八年的外卖是吧 对啊 哎呀 他不是飞过去的 他是从河上滑过去的 虽然 弯道的技术还不成熟 但是直到的爆发力 能够追上来 速度又快又快 这孩子 是怎么练的 要不快的话 年的包就凉了 要不稳的话 柳段都撒自己一身 这小子骗穴呀 接着我接着我接着我 让我们加油 哎 让我们加油 又完了 人要追下来了 不行 这种速度是追不上沈丁信的 打包了 看来这八年的外卖 已经让这条河 越化在这个孩子的心里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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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玩不起啊 你推我干啥呀 你还好意思让我滚 要不你推我马上就赢了 你犯规矩 你不应该前半不算崩倒的我 你懂得这种规矩啊 我不能规矩 干啥呀 摔着了没有 你跟他没伙的 他是极北一队的速滑运动员 我是极北队的总教练 方晓忆 我不管你是谁 你要是跟他一伙的 你都能说就说了 我 你留在这儿太可惜了 想不想和我一块看看 速滑的巅峰 想好了的话 今天晚上十点之前 到火车站找我 爸 太张扬了 没必要 为了让我相信你已经不划兵了 你都能想出来假装受伤这招 那呀 那不遗传吗 滚 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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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月之内别送外卖了 再加工好好反省 那个 爸 我想去极北转转 看你向极北 爸 八年了 你为啥就是不让我划兵了 因为我是你第一 这个理由充分吗 是因为我妈吧 志旅老林匹克 以上 我们只能致庇一个城市 但是其他人的成就也值得我们的感谢 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29届投赢会 什么时候我们能聚派一次 等会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as the honor to announce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北京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的全部资料了 目前呢首都体育馆已经改造完毕 张家口和 严谨的所有体育馆也正在陆续的建设中 相信我们会以最饱满的热情来迎接这次 北京2022年 好 我跟你们 哎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宝货 前进 冒着敌人的宝货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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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好了的话 今天晚上十点之前 到火车站找我 来 去北深吧 岛稀托 如果不怕死的话 就跟上了 他们教训 他的你的 声音 放下来 爸 你放下来 爸 小声社强打电话 给我下来 爸 你不让我去吗 月芳 你让我去吧 爸 你让我去吧 爸 我开玩 好 好 生日不了 不要 方知道 我不是因为这个 郝张荣副队长就先不说了 还有受伤没有归队的 林博涵队长 除非他摔倒了 不然我不可能 画得过他的 我不是不努力 可能 你能 这套怎么着 每年的秋冬 藏羚羊 都要到可可溪里的 被封骨去铲载 中间 都要经过一个大峡谷 跳不过去 就摔到谷底粉身碎骨 但是有一年 这群藏羚羊 全都跳过去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年冬天 可可溪里 来了一群饥饿的高原狼 你是摔下去 粉身碎骨 还是找到一只狼 你自己选 你自己选 九秒三 保持节奏啊 月儿深 也都给我认识这奖 九秒一 九秒一 李沐阳 郝忠忠 你的腿是大象腿吗 给我抬起来 九秒 李沐阳 你中枪了吧你的腿 这 这是牛奶吗 这 真不错啊 郝忠 贝尽 你想舔没人管你 但你要负责舔完以后擦干净 因为这里没有人会喜欢 自己的冰刀上沾有别人的口水 这冰刀上戴面口水 我看你像口水 方 方知道 新换的冰鞋还合适吗 特别舒服 从来就没这么合适过 看见他们了吗 你呀 和他们不一样 你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明白 方知道 我一定会努力的 那让我们隆重地欢迎 来自南队的程焕和沈冰心 成为我们女队的新陪练 大家欢迎 方知道 为啥是陪练呢 不满意啊 方知道 我来是进国家队的 我不是当陪练来的 那让我见一下 要进国家队的实力吧 秦天骄 一千五百米 你跟他跑一下吧 我不要进国家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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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 아니 警察 好 我看到今天你摔到挡板上了 没事 不是你有事没事 而是以你现在的滑冰技术 很容易让我们受伤 为了对其他人负责 麻烦你尽量花快一点 这儿是几百代 另面上 没有空 下一轮的大循环马上就要开始了 体能是一个大部分 你要重点观察一下 看见了吗 他 方知道 有事吗 方知道 我想跟男队一起训练 等你把女队的都赢了 你就可以回去了 我知道 我连女队都划不过 是因为我基础太差了 那您觉得我从哪开始练比较好的 你不用练 你维持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 你维持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 方知道 我真的想变强 你说我 我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是说过 你知道 为什么不一样吗 羊能有多快 有的时候 不取决于羊 而是追他的狼 你的重要性 你的重要性 就是在于 让他们知道 自己时时刻刻 都有可能被换掉 逼着他们 拼了命地往前滑 直到 拿到金牌的那一刻 我是承诺过你 要带你去见一见肃华的巅峰 但是 我没承诺 你会成为那个巅峰 不想当狼的话 就离开吧 不想当狼的话 硬做 还是外屁啊 你买还是不买呀 你买还是不买啊 你买呀 你买呀 你买还是不买呀 几点了都 胖爷 这少爷啊 你干啥去了 老大到现在还生你气呢 我爸在家吗 谁啊 没谁 可以 可国人 别饿着吃雞 好 好 我去死了 我去死了 这是本次大循环成绩 若连续三次排名垫底 则自动退出几倍队 叫我 叫我 叫我基本功 不用你给我 可惜你了 我平常给你按的 我扶一下你 往常大循环的成绩 你都是第六 但这次你划了个第九 如果不是最后你给我拉倒了 我能划个倒数第二 虽然啊 我后半程划不动了 但是在前半程也就前二十圈的时候 你一直都是第三 这是你入队以来最好的成绩了 你想说什么 你能划第三呢 是因为我在第四的位置上 一直追着呢 速度保持住了 九秒 八秒九 国际大赛 单人项目 队内前三才有资格参加 接力前五才有资格参加 你可进不了国家队 所以 有我在 你才能飞过悬崖 行 你就这样吧 你就给女队当被陪练吧你 明天早上五点 多得呀 十九万 九万 好 產前十八万 一闷巾 成 Julie 一个礼拜以后 我们将进行第二轮大循环的比赛 这次比赛的方式 以三千米双人接力赛的形式来进行 时间垫底的内组 将被进入大循环的成绩 为什么会接力 这次比赛的方式 要得就是这么运气 很明显 反而没有 喝不了了 不喝多喝 嗯 啥呀 散伙了 你在干什么 我是不意的吗 你每回不是不意的 那一回我就不是不意的 我今天我就必须干你了 来来来来 找地方来 来来来来 来 这边来 来 这边来 这边拍样子 来来来 走 来 我先走 我先走 拿来来来 走 快 收拾 看得出来 你们两个关系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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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哥错了 哥给你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太生气了 快两个月了 我们落下了多少些年 你心里到底清楚不清楚 我 不想 再输了 我也不想 女生非常快速快速 短道速滑 超越没有套路 今天要跟你们说的 是最重要的核心 干嘛呀 想象一下 你们是一只 发现了猎物的老鹰 第一步 盯紧你的猎物 将你的翅膀 张到最大 第二步 抱着必死的决心 向着你的猎物 全速俯冲 第三步 猎物受到了惊吓 一定会露出破绽 张开你的爪子 致命一劫 保持节奏 人烧青春 梦想的火焰 这么多 东北年的梦 每次我想超越你的时候 只需要在你后面 慢慢分划 等到你初二的时候 我稍微一加速 就可以超过去了 对 那是因为我速度太快了 个子又高 每次出外道的时候 就会往外道去偏 我的 是你 出外 是 你爆发速度是很高 但是你想一想 到现在为止 你参加的所有比赛 是不是都是你一开始 就占据了钱 从来没有超越队什么时候 再忍耐一下 超越世界 新兵 因为他们重要的 很快就会 oublia 因为我们可以 懂了 也是 状态 而且是 飞向天空 飞向无限空间 飞过星辰 飞过漆黑的夜 紧紧的尊风一声 让生命光芒万丈 飞向吧 别再犹豫 张开翅膀 瞅瞅了 走啊 上瓶子 在这儿能瞅出来吗 走 你的包 忘了 谢谢你的粘刀包 很好吃 谢谢啥 我该谢谢你 我爸做得比我好吃多了 以后有机会 我带你见我爸 走 金家长 我还在加拿大学去苏华的时候 我的教练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在东方的大海里面有一条鱼 它的听力范围跟其他同伴都不一样 它的世界 就只有它自己 对 如果你想撑上最大的那条鱼 那么你 就要学会怎么说 对 你姓瞎着吧 你教练肯定听人瞎白话的 我妈曾经跟我讲过 当海面吹起海风的时候 这条大鱼 会变成一只大鱼 尸宝干起三千里的波浪 我 一路飞向天空的顶顶 在那儿 一定有着它的同伴 和最美的风景 没人 一起 飞起来吧 几分红豆豆豆熊干 几分红豆豆熊干 这次的比赛 短阶期 三千米双人接力 两球一接 交接七次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还有 因为这次比赛成绩 会纳入第三次大循环 所以 如果你们输了 就要离开几倍队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好 准备开始 等一下 看你们最近训练 挺刻苦的 所以就不用比了是吧 所以 给你们两个换个对手 小坏坏 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让我一下 小姐 太浓能力了 姐 小姐 那个郝壮壮 由于速度高爆发足 被称为四华怪物 那个队长林波涵 就更夸张了 两个世青赛冠军 一个世界杯冠军 确立大满贯 只有一步之遥 是公认的大猫啊 他们两个 代表着几倍队的最强 好 大猫 大猫 Go 丑偶和水晶机的基本功有进步 竟然能跟林博涵不分上下 不知道 让林博涵和郝壮壮 做两个孩子的对手 应该欺负我们吧 好了 最后一次交接了 如果在这里不超过好壮壮的话 想超过林博涵是不可能的呀 短道速滑 超越没有套路 今天要跟你们说的是最重要的核心 第一步 盯进你眼前的猎物 将你的翅膀张到最大 第二步 抱着必死的决心 向着你的猎物全速服装 别吵 按照那个速度我肯定有水 所以啊 拼的就是这一瞬间 将火箭上升力的三分之一 全部都压在你的膝盖上 张开立竹 正面一几 不错 拉开一定的距离 利用向外套道之后突然向内滑锁 同时交易中心 这个技术是最适合成化的技术 但是仅仅这个程度 两个人的交接还是不够默契 在交接这一刻 还是会被林某涵超越的呀 实际刚刚好 这两个孩子要赢了 那你也太不了解极北队当年 实际上 应该还加刀了 又再被沈明星把面条让出来 四十 四十五 这个速度入弯 要摔 四十五 立刻 好 咱俩设计口号 每次交接的时候 你就喊一个口号 咱俩就知道交接的节奏 那我们就叫冰光 冰上之光 无论多高的山 我都能迫身而出 冰队长 我够快了吧 冰队长 我够快了吧 冰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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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韩民国正在用铁打的成绩 告知世界冰上帝国已经建成 现在崔元泽 金诚佑的天才运动员们 已经准备就绪 将在二零二的北京 完成对短道速滑的统治 金诚佑 虽然只有十九岁 上个月 三次刷新试剑赛纪录 又刚刚在韩国国内拿了冠军 世界杯索菲亚战 又再次刷新五百米 和一千米试剑赛纪录 在韩国国内 被称为不释出的天才 这次亚洲杯邀请赛上 他也作为被邀请的嘉宾 参加比赛 国家队教练组 到时候会集体到场 为北京冬奥会 做最后的人才审罢 换句话说 这是进入冬奥会 最后的机会了 来 来 来了来了来了 大家 先生 现在为您参加的是 2019年为亚哥 来到苏黄亚比赛 来 出千名接力的资赛 本次资赛的千两名 能够进入资赛 竞争是一场激烈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为冬奥会 第一兵莫马的比赛 除了国内优秀的选手 参加以外 韩国以及日本的选手 也来参加了这场比赛 是的 那么集北队这边呢 除了老将林博涵好状状以外 其余的两名队员 都是比较年轻的面孔 尤其是这个陈焕 虽然说在这之前 从来没有见过他 但是据江湖传言 他的爆发力和直线速度 在集北队甚至是国内 都是屈指可数的 他现在看起来 似乎有点紧张 毕竟这关系到集北队 有没有人员助选国家队 你就是 不用白衣 我听得懂 去哪里 加油 加油 ready 能够的起草的爆发 还是依然地非常有通信啊 看起来赛贤贝德的预测 并不准确 在我看来啊 他这个状态是非常之好 在我们这个角度看来 实力的差距很明显 五宿队的选手 因为交接出现了失误 所以也是早早地 退出了第一的争夺 停 你不看 让他走 没关系 走 这就是年轻圈的一个队短啊 以韩国队全组 消耗了他们太多的距离 导致了现在落后的局面 几费队已经处到了第三的位置 再这样下去的话 你将会回原权赛亮 决赛的到位顺序 是由半决赛的成绩决定的 这次 我们面对的是韩国队 一分一秒的优势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抢个逼一回 我们抢个逼一回 我们看到水平是没有进行交接 直接滑了自己 在五千米的接顶中 除了最多的一望 必须要滑两圈以外 亲密的交接次数啊 并没有规定 击北队的这个战术 确实会省下一些交接的时间 但是对于运动员的耐力 也是极大参严 干 干 严哥 我的人在跳过去 很危险 虽然则想要强制防御失败 是明星掩幕做任何故事的目的 看来二零一七年的危剧 并不会上人 好的 最够一把 是明星保持的领先 将力道招务的成败 虽然这也交给了金属院长 李总是记录绝对实力的金属 另外一个是明固剑经过的武器 你现在对面终于要如今上演了吗 快 严哥 最后一个弯道了 金属优先的太子夹锁了 但是成长还是有一个生命的领先 那么 下面的时间马上出弯了 立民加油 要是 虽然七北队是第二名 但是依然获得了参加决赛的资责啊 但是 我们看到成冠军中整个人摔了出去 膝盖半月半的伤劲非常严重 由于这位选手的技术特点 每一次他在果弯 在持续加速的时候 突然向低 导致所有的压力 全部都在这个习惯权上面 他能够减少现在 已经是个奇迹了 我建议 不要让他上场 如果你继续上五千金利的话 谁都不知道 以后会发生什么 承欢 这仅仅只是一个邀请赛 方旨 你心里都清楚 这绝不仅仅是一场邀请赛 有金程佑 崔安泽 这种级别的选手 这种比赛国家队一定会很重视的 这是进冬奥会最后的机会了 很久以前 我和你的妈妈 是三千金利的队友 在那次全国比赛之前 她就已经很不舒服了 我当时 被她说动了 明明知道她有心肌炎的情况 还让她上场参加比赛 零四年 我再见到她的时候 她就是一张黑白照片 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 这种错误 在我的身上 绝对 绝对不会再发生 你们的梦想 是拿到世界冠军 我的梦想 是看你们拿世界冠军 我不想你们恨我一辈子 方旨 我妈 她没有恨过任何人 四年以后 还有奥运会 那下一次的北京 是什么时候 我就是想让我妈 在北京的奥运会上 看到我 林志明 叔叔 程换还是要继续参加比赛 作为一个运动员 我很清楚她在想什么 但是 但是叔叔 你劝劝程换吧 现在能劝动她的人 只有一个 不整两句啊 如果你不怕死的话 你就跟上来 三十一年前 加拿大的卡尔加里 我记得很清楚 我算上我们的领队 一共四个人参加了冬奥会 当时的观众席上 有加拿大国旗 有芬兰国旗 有韩国国旗 就是没有 我们的国旗 但是现在 你们听 我们都没有 放纸 你说那是过去 时代变了 你们多赢一次比赛 就会有更多的人关注我们 就会有更多的人 喜欢短道俗话 就会有更多的孩子 像你们一样 实现自己的梦想 改变自己的人生 你们 就是时代 特朗 特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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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凰 往常都是处于顶华的一个阶段 今天去选择跟在后面 不知道这是击尾队的战术 还是因为成范的受伤 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呢 明天的战术 我们要稍微地改一下 韩国队 几乎每次都是在前半程的时候 紧跟着我们 后半程的时候发力 这一次 我们在前半程的时候 可以先放新加坡队的人过去 但是千万不要放韩国队的人过去 新加坡的队员麦续奇 是个急性子 他要是看到占据了领先的位置 他一定会 发了风地往前冲 如果真的让他们玩命冲起来 我们不就追不上了吗 不 比我们更着急的 是韩国队 我们一定得让他们觉得 我们是因为成范的伤跟不上的 机会就出现在好壮壮这一棒 韩国队和新加坡队都擅长外道 那么礼道一定会被让出 将军来到了好壮壮这一棒 依然还是那么的稳健 这名老将该怎么协议呢 他就是绝对不算错 交给我的是第二名 给你们的还是第二名 就是没什么惊喜吧 有惊喜是吧 Suppress 接下来还剩十拳了 就是真刀真枪了 韩国队和新加坡队经过缠斗 体能上的分配一定出现了问题 谁在这一棒占据了位置 那么后面就很难被超越了 林博涵曾经继续大满幻 只剩一步之遥的天才军队 我们见过太多飞冠鱼 专排名号最后敏然注目的阶级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这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 参加这样的比赛 不知道他会带给我们一个 怎样的表现呢 看着他们 我早就知道 我的时代可能永远不会到 但是 现在的我只想做一件事情 为了我能主攻手 开闭道路吧 林博涵 收住 收住 内套 内套 好 壮壮 林博涵 你们两个要多划一把 这样 成焕和沈冰心 都可以少划一把 至于最后一把 沈冰心 这次 你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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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七圈了 加油啊 十明星 控制住 楚安道在敌 安德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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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机 封外道 外道 好的 完美的交接啊 重换的速度依然非常快 他带头冲进了弯道 韩国队的金城佑选手和丁一鸣的成焕 好像摔出了跑道 我干嘛呢 甚至伊不成功 短道速化的比赛是没有暂停的 按承唤现在的伤势 必须要抬出场外救治 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 必须要教练员举手放弃比赛 医护人员才能够进入赛场 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 这种错误 在我的身上 绝对 绝对不会再发生 放置他 不要举手 不要举手 好 我们看见极北队的沈丁鑫 朝着第一天队追了过去 而你们现在新加坡队 也出现了失误 我们极北队 其实还有追准的机会 最后两天你来 我给你追回来 不可思议 难道成坏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要继续比赛吗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快想起来 我该怎么办 所以 为什么选择断道送坏 你跟我呢 是咱军上八年以来 唯一的鱼 如果不怕死的话 就跟上了 只是怎么克服 还是要靠你们自己 你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你再输了 这条大鱼 会变成一只鱼 到底是为什么选择地断道说话 好 冰光准备 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了 你再 你再 不可非 陈凡的神明这两个人 正在充当了奇迹 在如此强动的冰山上 死后这么多 竟然绝对我们的 今天他们刚刚才 进了一种 冰山的冰山 冰山的冰山 冰山 现在 那前面的派部队 正是把头子上飞了 最后一弯道 最后一弯道 成果把自己的速度提到了最大 这是最后的机会 第一步 盯进你眼前的猎物 将你的翅膀装到最大 第二步 抱着必死的嘴心 向着你的猎物 沉睡着冲 我俗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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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人 张开一转 真来急 你就会感觉自己 你 成为了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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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